洪水橋有裝修工人懷疑在露台更換燈膽時墮樓身亡 警員到場後拉起膠帶,為封死者倒臥位置,並且拍照記錄 現場是洪源路一個私人屋園 一個37歲工人,早上在7樓裝修單位露台 站在木梯更換燈膽時,懷疑身體失去重心 跌出街外,墮下地面重傷 救護員到場證實不止,警方列作工業意外 並且通知勞工署派人到場調查